台灣人百分之九十九點五 身上住著一條蛇嗎 為什麼這麼講 五十歲以上的成人 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五 體內潛伏了 帶狀泡疹的病毒 罹患的機率 等於是每三個人有一個人 二零二零年的時候 大概有二十四萬人就醫 他的後遺症機率 大概是百分之三十 五十歲以上的話 就超過了百分之五十 還有就是他的併發症很可怕 啄痛俱痛啊 留下疤痕 而且可持續幾個月 到數年的神經性疼痛 甚至還會出現 像是精神方面 憂鬱症或是心血管疾病 好 所以一開始 我們就要請我們的 斬蛇大隊隊長出來 這個所謂的皮蛇 其實就是跟我們的 水痘的疫苗 水痘的病毒是一樣的 那我們一般成人 大概有九成以上 在成長過程裡面 都得過水痘 那但是人沒有辦法 把這個病毒殺死 所以等到年紀大一點的時候 或者是熬夜 化療 糖尿病 或者是一些會造成 免疫的低下的情形之下 他就跑出來作怪 他就是水痘 那如果說我們小時候 打過水痘疫苗的話 長大是不是就不會有皮蛇 其實他就是這個病毒 躲在我們的身體的裡面 所以你一開始如果沒有得 或者是你都沒有發病 就是有這個疫苗來保護的話 其實長大以後 應該比較不會發作 在坊間很多說法 說皮蛇千萬不要讓他繞身體 繞一圈 繞一圈的話可能就沒命了 有這麼可怕嗎 其實他皮蛇的分布 像這些區域都是 就是從後面這樣帶狀的 那他會非常非常的痛 那在前面幾天的時候 其實只有痛 他疹子到不見得長出來 所以有的人會沒有辦法判別 他是不是因為別的病 造成疼痛 比如說從前有一位病患 就是因為痛在右下腹 那跑到急診室去 因為痛了很久 痛了好幾天 那一開始還以為是不是盲腸 然後結果搞了半天 電腦斷層也做了 大腸鏡也做了 結果過兩天 枕子長出來 原來是皮蛇 所以等到枕子長出來 大家才能夠確定說 他就是皮蛇 對 有時候他很痛 那但他不知道 他就是很痛 又很難描述 又好像一個帶狀 那長成一圈 通常就是免疫力很不好 那通常身體不好的話 可能全身會長 那時候就可能會咬 施聰哥 因為一般人都說會很痛嘛 但是我的經驗是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沒什麼症狀 而且稍微癢癢的這個狀況 那是不是 每一個人的初期症狀 不太一樣 那到底我們要怎麼判斷說 我是皮蛇 還是我只是被蚊蟲咬傷的 這個狀況 他有兩種比較特殊的症狀 就是癢跟頸 就是有的人 他就是非常癢 還以為是不是蟲咬到 如果你只有後面長一個 那這樣當然判斷 可能要幾天以後才知道 那如果是你是長好幾個的話 平常比較少說 蟲子會這樣咬 咬成一圈 是是是 所以蟲醫師有遇過 初期就誤診的情況嗎 那個病人很可憐 就是上司公司的老闆娘 那這個壓力也還好 就是可能有這樣的一個 先天的病因在 然後他就 那個家裡有一個因素 他就一直腰痛 腰痛痛痛痛 痛到呢 就是教學院都已經走三趟了 然後每次打指通針 打完那個 就是打完OK 打得還要強效的 要點滴 然後到晚上呢 這個清晨半夜大概三五點 就開始腰痛 每天都這樣 每天都進出那個急診 然後教學院叫他住院 他說不行 家裡有事不能夠住院 然後就這樣常常會 後來來到中醫這個部分 那因為一直診斷 都診察不出來 都一直以為它是HIVT 就是追尖蠻突出 然後甚至追尖 他說只有壓迫到一點點 大家都沒有抄這個部分 然後甚至還要去看那個神內 是不是腦這個部分感染這樣 然後痛痛痛到不行 後來呢 我們就想都不行了吧 就開始針灸 那針灸了 順便然後給他什麼 拔罐 結果拔出來的罐 就是那種 那個血 那個奇怪 我沒有放血 結果拔出來的 在那個拔罐器的裡面 居然有一層那個黃黃的 黏黏的液體 我就這個不對了 這裡面有狀況 我跟他說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皮膚科啊 因為這個病毒很深嘛 這樣就一去 Bingo 就是到上砲 如果到上砲 用下去 就有問題就解決了 這是已經到後來 這個枕頭跑出來 這個急性期的話 是非常非常痛 剛開始的時候 會有點像蚊子叮到 會一個一個紅紅的修枕 然後再稍微晚一點點 這水泡就跑出來 對 一開始是小的水泡 那這水泡可以弄破嗎 那到比較後頭的話 就變成這樣一大群的 對 這可以弄破嗎 這弄破的話 有的人衣服磨到 它破掉 那還感染 就變成潰爛 所以就要保護它 不能讓它破掉 對 那再更晚期一點的話 大概就變成像這種交加 這大概就是 這個時候已經好了 急性期過了 就變成這樣潔爛 那這個時候 有的人還是蠻痛的 那如果一直痛一直痛 痛超過三個月以上的話 就變成一個慢性的情形 是 那有的人要好幾年 好幾年 所以他就好幾年 都這樣一直很痛 對 甚至你輕輕摸一下 它會有點像 觸電或是燒煮 或是針刺的那種感覺 會非常非常痛 那我一個病人 是一個歐巴桑 他就很痛很痛 他在家裡弄湯巴桑 因為穿衣服磨到就很痛 在家裡弄湯巴桑 就沒辦法 在家裡他實在是沒辦法 因為太痛了 因為我的爸爸 他那時候 就是也曾經就是說 突然就是胸很痛 胸悶 然後他那時候 就是第一時間 他是先去看 心臟內科 所以也排了時間 去做那個心電圖 就是運動心電圖 然後一發檢查出來 發現好像也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就這樣子過 不過他還是一直會很不舒服 結果一直到 因為他是整個是前面胸痛心臟痛 他一直以為是心臟相關方面的一個問題 結果他後來發現啊 就是長在背後 背後好像有一顆痘痘 然後剛好是我媽媽看到 所以他那時候沒有 他是兩件事情 他沒有想到是帶狀泡 他只是想說 那個痘痘長得很大顆 然後去看皮膚科 然後那時候才發現說 原來這個是帶狀泡疹引起的 可是發現後面有那個很大痘痘的時候 已經大概過了 可能就是已經一個多月 所以我爸爸到後面 他的一個修復的時間 其實蠻久的 他痛了大概 所以這個是很容易誤診的一個病症 對不對 那有時候疹子長在後面 你真的是不知道 因為一直看前面 前面很痛 但是皮膚看起來都沒有事 然後就一直檢查 肚子啊胸腔啊什麼的 其實要翻一下後面 有時候就看到原來是長在這裡 那因為他是神經根是整條都受影響 所以有時候痛在前面 不過我們剛剛看到的 都是在軀幹啊 或是像是這個脖子 等等的地方 那有三個地方 據說是非常可怕的 這三個地方 到底是哪些危險地帶呢 據說他可能會導致我們 失明 失衝 甚至會攻擊我們的知覺神經 有三個地雷區 一個是腦部 一個是臉部 還有一個就是在臀部附近 好 王醫師幫我們解釋一下 長在這個臉的上邊 在眼睛的周圍的話 有時候會擔心是不是會引起 這個病毒會跑到腦子裡面 變成腦瘤炎或腦炎 那另外一個就是耳朵的附近 有的時候 鑽到耳朵裡面去的話 就是我們的第七對 第八對腦神經 顏面神經跟聽神經 是走在一塊的 所以如果長在耳朵附近的話 有時候會引起同側的顏面神經麻痺 所以這個會比較麻煩一點 那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生殖器的附近 是 就是生殖器肛門那個附近 那個地方如果得的話 有的時候會有一些小便大便的問題 像這個後遺症的部分 我們看到中風的機率增加40% 尤其眼睛部位中風的機率 還高達了4.28倍 當時醫生就跟我說 你日後要小心所謂的 因為我算是身體也比較稍微微胖 他說你要特別注意所謂的 心血管的問題 還有中風的問題 他說我們這個之後 可能得到這些病的機率 比一般人還要更加高 那是不是真的是這樣 是這樣嗎 對 就是說它有一個關聯性 這類的研究在發現上面 就會發現就是說得了炮疹病毒 跟之後有沒有發生中風 有沒有心臟病 好像是一個關聯性 但不見得是這個炮疹這件事情 去引發後面這件事情 那剛剛提到就是說 他可能是身上本來的狀況 就沒那麼好 所以這風險會比較高 這個照片就是視聰科 那時候得到培爪的照片 對不對 那當時的這個經驗是怎麼樣 對 實際上大家看的這張照片 是很初期的說我拍了一張照片 所以只有前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就是在約莫是在我這個胸部下面 這個地方長出皮疹 一開始因為 我有時候都會去山上爬山 所以一開始就被癢癢的時候 我覺得那就是蚊蟲咬 或是什麼施展之類的 結果就一開始輕忽 可是後來他越長越多 我就覺得這有點奇怪 而且不只是越長越多 他就是如同剛才醫生講 一開始會很癢 所以我一開始在抓抓抓抓 抓後來我一開始就用什麼 面樹莉大木 什麼那種蚊蟲叮咬去塗抹 那想說應該沒有問題 結果越長越多 然後越長越多之後 後來第二個症狀就是 他會開始有點刺痛 就裡面會有點刺痛刺痛的感覺 這個感覺很奇怪 那是皮膚的痛 還是說裡面感覺是肌肉痛 應該就是裡面的神經痛的那種感覺 他也不是肌肉痛 就是那種好像 丟一下丟一下 那樣子的那種感覺 然後就一直刺痛一直刺痛 然後後來我就真的在家裡面 如同醫生講 我就裸身 上半身就裸身 因為覺得就很痛 碰到真的碰到衣服 或是怎樣摩擦真的會痛 那後來越長越多 長到因為大家 約莫是這個兩倍之後 我就覺得這個不太對勁了 這個應該不是什麼 我被蚊蟲叮咬 然後我就去Google 去查網路上 網路上說 這可能是皮蛇 我真的得皮蛇 我就趕快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就跟我說 你沒有錯 你就是得皮蛇了 就這樣跟我講 那我說那我怎麼辦呢 他就說 你要怎麼治療 我說我要儘快治療 把他完全根除 沒錯 然後就馬上開了最 他說是最好的藥給我吃 然後還打針 然後還有這個外塗抹的藥這樣子 那大概我覺得大概是 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因為我算是 後來發現的早 就是馬上就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也給我投藥 然後還有外部的擦的藥 大概約莫過了兩個禮拜之後 就完全就康復 所以很快 因為你很快發現 所以很快治療 對 但是我現在都覺得說 就是好像還是會有一點點 神經刺痛刺痛的感覺在裡面 就是我得過皮蛇這個地方 我在懷疑說 是不是他們還是在作怪 我一直這樣子 蛇還在裡面 雖然說我有打疫苗 因為後來我去打了疫苗 那醫生就說 你好了之後來打疫苗 然後打第一次 就如同剛剛醫生講的 打了第一劑之前的疫苗 後來又有第二種疫苗 他說叫我再去打 就加強一下再打一打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邊 還是會有點刺痛刺痛的感覺 我爸是有心理的因素還是 所以是心理的因素 還是說他真的還在裡面 這個其實就是皮蛇病毒 跑出來以後 他把這個神經線咬壞掉了 很像我們家裡那個電線 被老鼠咬了就會 所以他就一直傳一些 不正常的訊號進去 所以這個就叫做 那會痛多久啊 如果超過三個月以上 就會痛很久 有的人會痛很多 那他雖然叫做 炮枕後神經痛 但有的人的形容 並不是痛 有的人是 有人是癢 有人是像蟲在爬 這種比較奇怪的感覺 那有的人在摸到的時候 會覺得這好像 有點電電的感覺 這種就是所謂的 炮枕後神經痛 那其實他並不是 這個病毒還在裡面破壞 而是他先前破壞以後 造成了後悔 所以是 所以現在可能還會有一段時間 就是有時候這樣感覺 那因為我那時候得了病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是作息很不正常 像我每天那時候的話 然後大概都是晚上大概一兩點睡 然後白天這個七點 因為你要看美股 對 然後就起來 老上要看台股 所以到時候作息不正常 那加上說我本來身體就比較差 是不是本來身體比較差 就很容易 免疫系統比較不好 而且我以前就常常發燒 然後再加上那一陣子的工作壓力很大 所以後來我也調整我的這個作息 我就沒有那麼晚睡 然後比較晚起一點點這樣 好像就是把生理的這個狀況調整一下 然後加強自己美麗 好像就那個刺痛感覺也真的就稍微比較降低的一個狀況 是是是 那到底還不要再打加強劑 其實他如果已經有打過 如同剛剛說的這種新型的疫苗 就是打兩劑的這種的話 大概七到十年之內都還有保護效果 所以如果才剛打沒多久 因為這個應該也才進來沒多久 所以應該是暫時不用再去打 所以暫時應該可以不用 倒是說越打越多越好 也沒有啦也沒有 不過那個神經痛的話 倒是如果有的人痛得很厲害的話 那就需要吃這個神經痛的藥 那這類神經痛 它跟一般的這個組織傷害的痛 感覺起來不太一樣 那有的組織受傷會紅腫啊 瘀青啊什麼的 那這類不會你表皮看起來好像都好的 那摸起來有點刺刺電電的感覺 這種就是要可能要吃另外一類的藥 可能吃一些什麼抗癫癫的藥啊 還是吃那個三環抗抑鬱劑啊 這類的藥 所以就要去神經內科派醫生 就不是普通的止痛藥 所以不是普通的止痛藥了 י相招一 Haush島 我們來看啊 這樣子 我們來看